听慧琴说 你今天请假了 叫我不要来了 你的汇报内容电邮发给我 如果不是最佳状态 不出现是最好的选择 在家里休息 等调整好再过来 是昨天在游轮甲板上吹风的原因吧 本来就穿得上 还把外套脱下来凹噪心 你以为是在拍电影吗 真是个笨蛋 做每件事情需要预计到 做这件事情的后果 明知今天有重要的会议 却出了这样的状况 作为一家公司的负责人 你还远远没有达到 成为一个合格经营者的标准 生病吃外卖 我看你是不想好了 我收回刚才的话 你不仅经营公司的能力迁去 现在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你总是这么多借口 照这样看 恐怕很难 把外面放下 我正好在外面 带你出去吃 五分钟后到 有时间想理由拒绝 不如好好思考吃什么 等我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加